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次想跟大家說說的就是設定問題 很多朋友跟我說 究竟遊戲怎麼改變中文呢? 其實以玩的朋友 改變中文 開了遊戲之後 按其他 接著切換語言 這樣就可以了 有中文選擇 當然 如果你玩日版好像沒有 我因為是玩國際版 所以才有 日版就真的不太清楚了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設定 有什麼可以說說呢? 究竟電腦怎樣玩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回到家後 不想再用電話玩 很浪費電話 很麻煩 大家其實可以用電腦玩的 究竟電腦怎樣下載呢? 其實電腦只需要大家去Steam下載 Steam那裡其實就有下載的 以我所知是要用VPN 但是聽說 其實你進入官網的連結 然後進入Steam 其實就可以下載到這遊戲了 當然下載完之後 還有一點步驟要做 今天也是跟大家說說這個步驟 就是到了遊戲資料連動的一個位置 沒錯啦 它會跟你說 你要打什麼什麼啊 用戶ID那裡很簡單 你按你自己的頭像的時候 進去其實都是你加好友的ID 也是一樣的 即是用戶ID 347547218 這個是我的ID 我真的要用這個ID 然後再發出密碼 這樣就可以... 由電腦玩 又或者你再按下這個帳戶 也是有一個保障 對啦 以免你不見了啦 當然還有是帳戶連動啦 按完帳戶連動 其實是可以登入Facebook 又或者是你的手機 即是如果你是iOS的 它會登入Game Center 如果你是Android手機的話 它會登入Google Play 對啦 所以這兩樣步驟做齊 那就最好 當然啦 如果你要進入電腦玩 那就很簡單啦 還是按這個 對啦 咦 先看看啦 遊戲資料連動 那我們去到遊戲資料連動之後 我們按連動資料 對啦 接著呢 其實呢 輸入ID和連動密碼 其實不用你注意的 因為我們只需要 設定連動密碼 我自己設定了 所以它會叫做重新設定連動密碼 如果大家想進入電腦玩的時候 其實只需要 按一下第二項 對啦 按完第二項之後 再按設定 對啦 按完進去之後 其實就會請輸入連動密碼 此確認 其實兩個都是你的密碼 重複第一項是你的ID 如果你要登入的話 而這裡兩項都是要設定密碼 那這個密碼有什麼重點的東西要呢 對啦 因為我曾經也舔過很多次 你看到細航那一項字嗎 細航那一項字呢 其實它就跟你說了 應該很多人舔了東西 但是呢 你可以聽我說一下 首先你要有大階的英文 還有細階的英文 然後加上數字的組成碼 八個 例如我有大階A 細階B 然後就六個數字 這樣就可以了 最重要你有大階 細階 還有數字 對啦 八位啦 那兩項輸入之後 你按確定啦 對啦 設定了之後 其實你去到這個電腦裡面 你打回ID 還有你剛剛這個密碼 其實它就會進入他的帳戶了 最重要是你注意一件事 對啦 注意什麼呢 Steam那裡我慘了 Steam那裡其實就要你用主帳號 對啦 因為它會綁定帳號 如果你用了第二個帳號 你永遠都是那個帳號 對啦 你不能改的Steam的帳號 所以你真的用那個Steam的帳號 你才會用下去 因為我找的資料好像暫時還沒改到的 沒有方法 對啦 那就記住這件事啦 對啦 綁定的那些都說了 對啦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怎麼用電腦玩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也會有這遊戲的最新資訊 又或者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多謝大家觀看 今天就這麼多 BYE BYE 我可以按amba 我們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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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車